而星期天各大市场采买人潮多 花莲市长魏嘉贤一大早就协同了花莲景分局的防疫宣导大队前往了重庆市场 向胎商消费者来呼吁要落实防疫工作 大家一起携手抗疫才可以降低被病毒感染的几率 防疫在家吃很重要 因此星期天各大传统市场一样出现了采买人潮 为了加强防疫宣导 花莲市长魏嘉贤和花莲景分局多位的远景 特别前往了重庆市场 向胎商业者还有消费民众呼吁要落实防疫工作 那我们真的很担心有相关的一个防疫漏洞出现 所以我们今天持续的在加强我们相关的一个防疫措施 那也今天也跟警方一起来做强力的宣导 希望所有民众来到我们市场务必要戴上口罩 也希望大家除了戴口罩之外 也要勤起手 那该换掉口罩的时机就要换掉口罩 那我们也看到所有的摊上都很遵守相关的规定 那也希望大家一起遵守才能够让这个疫情赶快过去 市长拿着大声攻向民众喊话 远景也在市场内巡视 要劝导没有戴好口罩的民众 而在市场的管制入口处 也有专人凉儿温喷首部酒精 希望防疫做到滴水不漏 而从5月24号开始 各大工友市场将采石联制进入 也请消费者多加配合 公共市场原本就是市面八方出入口比较多 所以我们为了加强管制 有取消掉非常多的出入口 真的会造成民众的不便 但是也要请所有民众见谅 那因为疫情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那我们希望说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也增加了石联制 那也增加了很多的人力来做相关的防疫宣导 跟稽查的部分 也请所有来到市场的民众务必要配合 除了戴口罩之外 还要石联制的方式 才能进到我们市场里面 请大家一并要配合市场里面 所做的一切防范的防疫的一个动作 一个上午的时间 华联市公所与华联警分局 陆续前往了重庆、复兴、中华等市场 来执行防疫宣导 提醒大家违反三级警戒九大措施的规定 一律裁罚不再劝导 而市长温家贤也提醒 防疫不分离我 不只是第一线人员 更是所有国民的责任及义务 市公所每个单位都会严正以待落实防疫 市长也呼吁乡亲力挺 携手来做好防疫工作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